在电子和非电子出口带动下 我国上个月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增长2.7% 不过增幅比前一个月的10.7%明显放缓 企业发展局尽早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磁盘媒体产品、个人电脑和集成电路等带动下 9月份的电子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% 但增幅远低于前一个月的35.1% 非电子产品出口则是在药品、专用机械和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出口增长下 同比增长2.3% 经季节性调整出后 9月非石油国内出口环比增长1.1% 扭转前一个月4.7%的跌幅 非石油转口贸易则是在电子出口增长 非电子出口下滑的影响下 年比增长3.4% 但增幅放缓 另外在进出口扩张带动下 总贸易额年比增长0.5% 而在十大市场方面 尽管美国、香港、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出口减少 但我国的整体出口增加 其中以欧盟、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增幅最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